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写的股票 比如说创意 比如说乙胜 现在都来到了涨停板 我们先来恭喜他们 好 首先我们要先来讲解大盘 你对大盘的看法又是如何 那这一波是不是如同老师说的 会创新高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今天这个大盘字比较小 为什么要这样看 我要跟大家说 今天站上了16174 已经创今年来的高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要看到哪里 好 我们看一下周线的部分 你是否有看到在这个礼拜 就是大盘跌很深 好 老师都说 这个20MA这一条线 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你可以参考这条线 假设指数都撑在这个20MA之上 有机会挑战前高 老师昨天就说有机会先看到哪里 16300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是否有印象老师给大家看什么 我不断的给大家信心 我说什么 NASDAQ的部分 好 你看像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NASDAQ它是什么 有收一个下影线站上了5日线上 对吧 然后每天都没有破这个5日线 那我就说这个盘不用担心 结果昨天NASDAQ什么 突破了这个整理区间 好 做出了突破的动作 好 那废城半导体 我们看一下 废城半导体也什么 日K连四红 有没有 再来会挑战这个之前的前高 好 我觉得有机会挑战前高 因为这个盘如同老师说的 其实不用担心什么美债 因为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通常都会在最后一刻达成什么 协议 好 再来6月份 可能FED它就会什么 停止升息 那老师是不是跟大家说 以2006年到2018年 两次停止升息过后 平均的涨幅是多少 28.6% 好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是否对这张简报 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为老师天天都告诉大家 2006年跟2018年 两次停止升息的平均涨幅多少 28.6% 再来老师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 景气蓝灯的时候要做什么动作 买进 而且老师是不是有跟大家说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记得这张简报也是老师天天跟大家说的 景气蓝灯的时候要做什么动作是买进 2008年 2008年景气蓝灯 它的涨幅是多少 4000点 迎来一个多头的行情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一波 如果你天天看老师的节目 电视机的观众 中时的观众 或者说你是老师Light粉丝团的 我相信这一波你应该感觉怎么样 不错 然后很开心 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大盘来说 亲爱的投资朋友 老师是在这个位置 那一天最低的时候 跌幅最深的时候 来到15400点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这个低点不会破 这个是支撑 果然对不对 这一波上涨了几点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算过了 上涨了700点 如果说你是看老师的节目 做一个指数 那700点是多少 14万 假设你是老师Light粉丝团的 或是观众朋友 你可以知道这一波 老师带领大家 我前天就在这边说 细制裁 创意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一波老师带领我的会员 跟Light粉丝团的朋友 我们的细制裁 你看一下这个创意 这个是老师9点的时候发的 你看创意有没有 世新KY 金星科 这个都是老师今天发的 我看好的细制裁 然后再来老师看好的是什么 车用我新增加什么 以胜 以胜KY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先来看创意 好在还没看之前 我要跟电视机观众的朋友 分享一个小故事 那今天呢就是昨天 有一个Light粉丝团的朋友 他昨天就来加入了老师 他说老师 我参加别的会员 别的老师的会员 那手上的股票呢都套了 那结果呢他看我的节目 他这几天看我什么节目 他看我节目呢 然后就跟着节目上买什么 朔田 结果呢赚钱了 我们来看一下朔田的走势 好他说 我看你的节目买朔田 3617 结果呢这一波他赚到了钱了 然后呢他就来怎么样 加入会员 好那他今天呢 又看了老师买了什么 创意 因为Light粉丝里面 我这个早报上就写了嘛 因为我老师习惯是什么 其实我习惯呢就是在 前就是前就是晚上 就是我策略选股 那我最快乐的是 也是做什么选股 因为我觉得其实当一个分析师 没有别的责任 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什么 每天一定要选好 最强势的个股 然后呢在第一时间 8点半 好我就把个股怎么样 就是给我的会员 再来呢给我的Light粉丝团的 家族朋友 好那当然呢会员呢 我想要的是什么 达到一个我想要我的会员 就是稳定获利 再来观众朋友看了我的节目 也能够什么赚钱 其实我觉得独热热不如众热热 好亲爱的同志朋友 你有感觉吗 老师在11点第一时间 我在这边分享我当天 我用我的策略找出来的股票 然后第一时间给你们 但是呢你有发现 下午的时候很多同业 也就跟老师一样的股票 当然我是觉得 就是独热热不如众热热 当然股票这种东西呢 就是什么 越多人买越会涨 那但是就是时间差 时间差好你看一下 比如说创意好了 比如我一大早 我在这个开盘的时候 1190 可能这时候通知我的粉丝 会员朋友做一个介入 好但是呢我到多少 我12点多就一个涨停板了 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你是看同行的啦 先进啊看然后隔天再去买 其实就有时间差 但我也觉得我会很高兴 为什么因为大家认同老师的标的 因为我是策略选股 我的选股逻辑其实蛮简单的 有什么基本面 他一定要怎么营收要成长 像最近我找的都是营收双针骨 那再来他要有什么筹码面 像这个以胜KY我等一下再来说 我也是筹码找出来的 再来要什么产业前景 这三个就是集中起来 其实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股策略 但是重点来了 1700多档 符合这个逻辑的真的是太多 你如何从这个1000多档 挑出一档最强的给你的会员 其实这就是学问 所以这时候就要有什么AI选股 那刚好这是老师的强项 那我也很欢迎就是 其实同行啦先进啦 都参考老师的这个就是股票 因为这样会什么 其实就会拉抬嘛 对不对 那老师的会员 我们是有时间上的优先 那当然也就是很欢迎 然后好 那我们看一下以胜的部分 现在投资朋友 你有看到以胜老师是在 5月19号在Lite粉丝团 我就讲了车用是看好什么以胜 好我们看一下以胜今天的走势 我们可以发现一下他就 在12点不到就拉一个涨停板 就拉一个涨停板 好如果你是Lite 你是老师Lite粉丝团的朋友 你今天任何一个时间点买 你就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任何一个时间点买 所谓的涨停就是今天的最高价 假设你9点半买到收盘会不会有价差 会假设你11点买到收盘也会有价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每个分析师 或是每个人都要有什么自己的AI 因为AI选出来的股票他有时间优先 再来他一定是最强势的 而且他会买在什么波段的起涨点 好我们看一下老师的指标 好像以胜你看这个707的时候指标 就出现一个买讯 当时我的AI策略也捞出来以胜 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1 你看他就是什么法人 我曾经说以胜怎么样 外资持股已经来到了55% 55% 再来以胜你看5月17号指标 就出现一个做多的讯号 你看他主力买了2415张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其实股票要涨筹码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老师的策略选股 我写的AI 我写的策略第一时间就可以捞出什么 主力买哪一档外资买哪一档 这就是老师这个强项 好你看一下这个以胜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以技术分析来看 老师的进场点就是在他的什么 其实就是MACD第一根繁红 第一根繁红 好那如果以基本面来看 你看一下以胜 他是什么Tesla的供应链之一 有没有 而且他在德州他有设厂 今年会投产 好再来其实他是营收双整股 那他第一季赚的钱是0.96 他比去年第一季0.9怎么样成长 好那他四月的营收跟前四个月的营收 都是什么都是来到他四月营收有多少 年增34% 那他前四个月的营收来到多少 年增这个8.9% 所以说以胜这档个股 其实他基本面有 好筹码面有 技术面有 那所以会怎么样 所以就会冲涨停 好那当然是老师是第一时间 我在9点就会跟老师Light粉丝团的朋友 做一个分享 那如果你是老师Light粉丝团的朋友 你今天不管是以胜或者是什么创意 我们看一下创意 创意是不是也是涨停板 如果你是老师Light粉丝团的朋友 今天你随便哪一档 其实你今天是不是会怎么样 感觉会这样很开心 然后会有一个什么愉快的周末 怎么说赚钱哪里有不开心的 像我我今天选出的最强的股票 我让我的会员赚钱 我让我的Light粉丝团的朋友赚钱 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看我的节目赚钱 我的内心会非常的开心 我也会觉得我会有一个很愉快的周末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创意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现它还是涨停板 好那为什么老师会之前会讲创意 我在1135这边 如果你是老师Light粉丝团的朋友 你可以往前往前几天看我的主页 我在5月16号的时候就讲创意了 当时我也跟大家说 因为什么CheckGPT 它需要什么人工智能 所以其实Google它也要有自己的AI 然后亚马逊也有 再来微软也有 中国大陆阿里巴巴文心一言都有 所以这个是今年的趋势 那所以老师就什么 好我就找了创意对吧 但是老师自己的特别会员 以及老师的会员 我做的不是创意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创意有一点就是说 它股价太高了 你有一点说你看了它你会下不了手 所以老师找了一档 大家都消费得起的细致财 是哪一档呢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回来老师跟大家说 是哪一档 先休息一下 咯 成通头顾苏老师 继备力30% 立即72%之后 再介入齐鸿 见准立志三档总较差51.8 即将吞出性标股 尽情跟上脚步 速洽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头顾苏老师 成通头顾苏老师 庆祝母亲节 我爱妈妈感恩大回馈 今天入会只要五万二 今天入会只要五万二 最后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速洽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来 好 那老师呢 还有找到一档 他也是日MACDD跟帆红的个股 好 你看一下这个波洛威 你看一下他也是日的MACDD 跟帆红 好 其实呢 日的MACDD跟帆红 再加上呢 其实他如果说 估计量大于今天的量 我之前有讲过 以量价关系来说 如果大于五倍或是十倍 这档个股今天就会冲 有时候如果20倍就冲涨停 那其实老师教技术分析 也有八年的时间 所以我对技术分析呢 是非常的 叫做辽络执掌 那未来呢 老师也计划就是 救会员 就是我一个回馈 那救会员回来 就是会 再带他们 教学一下技术分析 那如果说你是新会员 想要这个上技术分析也是可以 因为你看老师最近我从什么 其实我的绩效 我从这个 我在这边教过 周MACDD跟帆红 会有什么 10到20%的涨幅 再来呢 筹码如果被锁定呢 其实隔天就会涨停板 那所以呢像这一些很多 如果你想要学的 那你就可以跟 等一下广告的时候 你可以跟打电话到公司 跟助理做一个预约 好那我们看一下老师近期的绩效 为什么我说技术分析很重要 你看一下倍利老师是什么 我跳空 我是买在这个跳空的位置 开盘价 其实老师不是买收盘价 我是买开盘价 我买在160 那他三 他四天到哪里 我创高的时候 我208做一个停利 那这中间呢 就是赚了30% 获利30% 好那利基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我也是买在股价站上均线纠结的位置 好他也怒涨 那破日线 老师做一个停利 那回测月线不破呢 我在这边开盘价做一个低接 当时是162 好那创高不过高 我做一个停利 这两次多少 这两次多少 报酬是54% 54 好那再来呢 你看见准的部分 老师也是什么 股价站上均线纠结 开盘价的时候做一个介入 好那四天后创高之后 我做一个停利 那报酬呢 多少 22% 好那齐鸿一样 画葫芦哦 老师也是哦 股价站上均线纠结的时候 我做一个介入 好创高不过高的时候 我做一个什么 停利 那这中间的报酬是多少 25%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再来老师是做什么 来朔田 朔田一样哦 我是在什么 我是在136 做一个介入 好当时呢 目前是还没有出 还没有出 我们看一下朔田 目前现在是176.5 那我们看一下 老师是买在这一个位置 股价突破它的局间 头肩底的时候 突破我做一个介入 在136附近做一个介入 好我们看一下这四天 四天他已经来到了多少 他来到了176.5 其他的投资朋友 其实老师说我天是介入在136 好这四天呢 来到176.5 那他中间的价差是多少 40块 40块 好那中间呢 我还有做一个小小的插曲 是什么 五峰 五峰他也一样 一样就是突破他的整理区间 然后呢带量突破 出量哦老师买到开盘价30.45 然后这中间的价差也有多少 也有4块钱 那我算过了 现在投资朋友 如果我们以前四檔 那我不要加朔田跟五峰 其实前四檔 两个礼拜 报酬率是多少 1.29倍 所以说呢 这一波就是 就像我说的 如果 你要让自己的资金 有效的运用 最快的速度 资金这个快速累积 那你一定要做什么 策略悬股 那一定要加入什么 老师会员的行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昨天你有看老师的节目 你应该知道老师有说一档 因为你知道 其实我刚刚有说 创意创高了对吧 然后呢 金星科我们看一下 金星科对不对 也创高了 金星科今天也拉很高 而且它股价多少 它股价485 好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世新KY 好世新KY 对不对 它也是1565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也是创高了对吧 好 那我觉得就是 这个很高 那不好下手 我找了一档 非常有机会 也是会创高 现在还在整理 才刚突破头肩底 好是哪一档 我们看一下 好你看一下这一档 你看老师是回撤做一个买进 回撤292 对不对 好这个 是今天 今天313又持续的上涨 有没有 好 那你看这个是它日线图 它是不是突破日线的下降趋势线 MACDD跟繁洪 所以老师说 这档个股低位阶 它具有补涨 补涨我觉得 40块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筹码的部分 我发现外资昨天买了多少 1127张 现在投资朋友 外资买的时间点 跟老师带会员买的时间点 其实都是在昨天 那你看 是不是当老师的会员 你就可以跟什么 主力同步 对不对 同步 好这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这个日线图 你看老师在296做一个介入 那今天收311 这中间 其实两天 两天已经多少 1万5了 15块的价差 有什么比这个更好赚 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月线的部分 它曾经就是在前年的时候 它站上了两年线 不到天天涨 每个月涨 没多久就涨了 我算过 它涨了几倍你知道吗 它80级涨到900多 哇 9倍很多 那这档个股呢 我之前有参与到 那它最近回撤 去年整理了一年 好 那它现在又站上两年线 好 那我跟你说 之前是没多久 就涨了9倍 80几涨到900多 现在又站上两年线 真的是机会来了 而且它现在怎么 才刚突破下降趋势线 好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想要跟老师Light粉丝团的朋友一样 盘前抢先报 老师今天带了什么 我在上面讲了什么 以胜KY 好我们看一下以胜KY今天也是什么 涨停 我们看一下以胜KY今天什么 涨停 再来我在Light上面讲什么 创意涨停 我都是在9点讲 再来世新KY也涨了快9% 现在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跟老师Light粉丝团的一样 好就是享受盘前抢先报 那你现在就扫老师的QR Code 或者加老师的Light帐号 帐号是小老鼠FION5688 小老鼠FION5688 再来 老师近期推出了一个520的优惠方案 今天是最后一天 如果你想要跟老师的会员一样 8点半就收到老师的讯息 知道盘中哪一档最强 或者说每天涨停都手握在手上 都有涨停版的股票 那你等一下广告的时候打电话 那我们下次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 绝无经营任何粉丝团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